我可以告诉大家 洗联储背后的投资股东 绝对会是你想象不到的大股东 是世界上新的区块链研发 也就是第五代区块链研发的 最重要的技术投资者和拥有者 不但是软体、硬体、包括知识产权 都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也就是在明年年底 2023年年底世界新的成熟的区块链技术 再次升级的时候 洗联储一定会成为第五代区块链的知识产权的拥有者 这是今天我告诉大家的 未来的区块链真的是什么 新的电脑、新的网络、新的区块链的技术和更加密 也就是说你很多国家所谓你想干掉这个数字货币 可能性是没有的 就它更自由、更去中心化 过去的Swift是机构 大家记住Swift美国不对个人交易的支付 只对机构 它几十个机构就是国家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 剩下的国家银行、各国银行在这个基础之下来运行 Swift是只给机构服务机构的分销商 那未来的新区块链说白了 每个人之间你都是Swift 没有任何代理商 就现在HP一样 咱们这个技术 这就是洗联储的最大的追求 就是洗联储要成为人类上最安全的金钱储蓄 货币使用、支付、投资的、可信任的全球平台 我们这个下次见 行,行,行 行,行